主席我們請這個次長齁 還有陳主委和張董事長 好 請次長 主委 還有張董事長 我本來是要先問陳主委 不過我先跟次長討論一下 您剛剛說的那個議題我們聯繫一下齁 你說如果註記的話 不是代表他們不能自由回來是嗎 這個要說清楚了 不是 註記 我們是註記他的旅遊史 旅遊史嘛 是 那請問這些湖北 我要特別強調國人在武漢跟湖北 是因為武漢跟湖北封城 這些都知道 現在湖北沒封城 那這些被註記的人 他們可不可以自由的 比如說我現在在湖北 我自由的就到廈門坐飛機回來 可不可以 我們他現在要出去 還是一樣要點對點的申請 所以他不可以 所以還是有他的規範 所以就是不可以嘛 但是那個是中國的規定嘛 沒有 什麼中國規定 他能不能入境 能不能入 現在 他能不能入中華民過程 委員 委員 讓我把他講清楚嘛 你先不要擠嘛 你先不要擠嘛 我問 我把他講清楚 你聽我講 來 我請問喔 你剛剛說註記的意思就是 為了註記他們的旅遊史嘛 好 這一點我們大家都聽到也聽懂了 好 第二點 現在湖北已經解封了嘛 湖北有一些 除了武漢以外已經解封了 這個沒有疑問吧 是 好 那請問這些人 他能不能自由的 比如說我就飛到廈門 或者我到四川 我到廈門 然後我自己坐飛機 回到中華民國 可不可以 現在 廈門 我可不可以 我先說清楚嘛 你這樣子會誤導大家 可不可以 因為到廈門 廈門市還是有廈門市的規定 我不管 我不管中國的規定 跟我沒有關係 這些台灣同胞 能不能飛到廈門 自己飛回來 他們還是配合整個 你們希望沒錯 我也希望 我們希望大家把國內的防疫做好 我也希望 所以也照顧他們的 健康的部分 所以配合我們整個防疫的措施 那用專機回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協助他 做一些檢疫 這樣子的話 對他的健康也好 對國人的防疫也好 都是堅固的 這些我們都肯定 請問 我再問你一次 請你回答我可不可以 國人回台 所以 不會拒絕那個國人回台 所以如果我 但是要配合整個防疫的相關的措施 當然要配合防疫啊 入境要做14天的居家檢疫啊 這個都一定要 現在每個人進來都要 請問我是一個滯留在湖北 不是武漢的台灣同胞 我現在可不可以自己坐飛機到廈門 然後我被你們注記哦 我可以坐飛機到廈門 自己坐飛機回到台灣 接著配合後面所有的檢疫 我可不可以這樣做 可不可以 這個當然 可不可以 剛剛委員講的那個情況 怎麼這麼簡單的問題回答不出來 剛剛委員講的那個情況 你還是要看 廈門市他的相關的規定 你管廈門市 你先告訴我中華民國 主不准他入境 他能不能出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市 希望他是配合疫情指揮中心的規定 你不要一直跟我繞圈圈 浪費我的時間啊 然後用專機的方式一起進來 所以他可不可以 如果他進了廈門又被隔離了 隔離都完了 然後他可以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廈門進去 如果他現在現在湖北的台灣同胞到廈門去 如果廈門隔離14天 因為廈門有這個 假設下面有這個政策 所以委員你現在講到重點了 來好來 那他在廈門14天以後 那他自己就可以從廈門坐飛機入境 不用再做什麼包機喔 如果還是要經過跟我們申請 我們會同意他 那我們會同意他 所以 你們會同意 但申請就會同意是不是 不是 這個很重要 不是 要看他的前提要件 就是他被隔離14天了嘛 是嘛 我剛剛已經給你回答的很清楚 如果他在下 所以他不用做包機喔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我就跟委員說嘛 廈門有廈門的規定 不是你剛剛一開始講的那麼單純嘛 你不要管大陸的規定嘛 廈門有隔離14天的規定嘛 對 他如果遵照大陸規定 好這個很重要 這個資訊要給全部的那個 湖北的台灣同胞知道 所以如果他遵照大陸的規定 我們還是希望 那他向你們申請你們會準就對了 我們還是希望現在滯留在湖北 跟武漢的同胞 國人可以對合防疫的措施 用專機的方式 那我們會幫他做一些協助 他的防疫申請益的部分 我只要這個答案嘛 我到了下門被隔離14天後 我可不可以回到台灣自由的坐飛機 不管我是要坐早上還是晚上 都可以嘛 他要提出申請 提出申請你們會準喔 這個公告提出申請會準喔 會不會準 會不會準 提出申請我們會就個案的狀況來做研判 個案的狀況又要什麼研判 我們當然要站在防疫的角度 我們要站在防疫的角度 看是不是有沒有信仰台灣價值才可以回來是嗎 錯了啦 我跟你們講啊 你們根本就是歧視在湖北的台灣同胞 從來沒有 完全就是雙重呆 他們根本連赤等國民都不如 我覺得為他們感到很委屈啦 我真的為他們感到很委屈啦 如果今天是你的同胞 你要有點同理心啦 我來問一下那個委會主委 我跟你講你們都沒有慈悲心 都沒有同理心啦 你們大家都看到了 現在歐美的情況也很嚴重 台灣同胞也是可以自由的回來 可是就是這些同胞已經在大陸 已經在湖北被關了60天 如果已經有問題也早就已經 說真的早就已經怎麼樣了啦 你們就是為了你們口中的 一直說主重防疫不重政治 明明滿口這樣講 心裡都在想政治 所以這些很可憐的台灣人 都沒有辦法自己的飛回來 還要走一千公里 我看他們在走一千公里 我心裡多難過你知道嗎 你是中華民國政府 你是 你是這些國人的政府 委員 來沒關係我們講別題 從湖北到廈門其實一千公里 不是幾公里問題 你們還這樣限制人民的自由 這麼遠然後他已經60天了 我不想再討論這個問題 反正這個每個人的心裡都有一把尺 來我們來討論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 來這個1月3號 來主委你澄清一下 國台辦有一些不實言論 你看一下 1月3號大陸有啟動通報機制 向台灣有給疫情通知 1月12號點點點 你看一下有看到嗎 1月12到14 安排台灣專家到武漢實地考察 2月5號到3月8號先後向台灣 這是國安發言人講的喔 給了26份關鍵記錄資料 3月24通報疫情104 就是這個這些是事實嗎 國台辦的這些發言是事實嗎 我想這個是不是由疫情指揮中心來回答 這個通報是在我們這邊的通報機制到底是跟誰通報 因為他不是通報陸委會 沒有路還有海濟會有嗎 所以你們完全沒有聯絡的管道是嗎 不是啊 這個應該由疫情指揮中心來回答 不是這個時候是新聞報導喔 這個是來下一頁我們看這些都是新聞報導喔 下一頁 到底你看喔 台灣時報齁第七版齁來 都有講喔 疾病管制署也有講喔 莊仁祥說已經收到莊 來那個衛福部 這些訊息是真的還是假的 1月3號大陸有啟動通報機制 1月12號有分享一些 新冠病毒的基因和 這些訊息是真的還是假的 台辦發言人的這些訊息 因為網路上有人駁斥 連那個吹哨人李文亮 都在1月3號被通知到案給 訊説書不要發表不實言論 網路上有人在講喔 那這些等於是這些疫情是 我們會去再確認一下 所以你們不知道喔 不是 因為這個有一些時間點 跟那個我們還是要做一些確認 這些訊息來 上1號 大陸方面到底有沒有跟台灣通報 大陸的疫情 有還是沒有呢 有沒有啊 直視兩岸的這個海濟跟陸委都不知道嗎 到底有沒有跟我們通報 有沒有 大陸方面1月12號到14號 安排台灣專家到武漢實地考察 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 向委員報告 那他們的通報是透過這個醫藥衛生合作協議的一個 所以是有通報 是有通報 有沒有 剛剛說的這些是有嗎 他通報的訊息 那大概都是他同時對外公布的訊息 所以我剛剛問的這些訊息是有還是沒有 有沒有大陸到底有沒有像台灣通報疫情啊 有通報 對但通報的訊息大概都同時 都已經對外公布 好 下一個 來那個陸委會 類包機這個 我們只是問你有沒有 請你回答而已 不用擔心 來 這個類包機的事情 上一頁 我不介意委員類包機 對因為類會變成那個類 我好類的類齁 實在是類類級了 這些台灣通報好類 這是媒體用的啦 媒體 媒體也很累 媒體昨天採訪到十二點一兩點 媒體也很累 我們來看這個包機沒關係 不管是類包機 還是你們都是在用名詞 我覺得你們就是 什麼 五星駕叫做什麼 減機什麼都不在外面 這個名詞不是我們創的 好不好澄清一下 這個名詞不是你們創的 如果我會從來沒講類包機 你們心裡如果真的有人名 你們不應該這麼多 這個很坦率 我們沒有用這個名詞 我們很清楚是指定航班 對啦所以如果下面再用這個名詞 可能會被 可能會 可能不知道會有沒有 還沒有言論自由我就不知道 然後我們來看這幾趟包機 然後有三趟 東方航空這剛剛都敘述過 東方航空啦 春節加班機模式2月3號 兩家航空公司3月10號 361人 昨天還有今天 請問第二次這個包機 第二波的包機模式是誰 就是這個兩邊都有的這一次 是我方是誰誰 哪一邊代表 海基還是入圍 小兩會 小兩會是不是 小兩會負責的 小兩會負責的 那第三次的包機 就是好不要 就指定飛行 為什麼要到上海去飛 對 因為那個也考慮過成都啦 成都的班次太少了 為什麼不能從 不是說成都 為什麼不能從武漢就直接飛 那要談包機啊 因為這個不是包機 我昨天看到這個新聞 除非新聞媒體又造假啦 就是說這個 大陸也是同意從武漢再飛啊 跟比照第二次這個模式啊 那這個是包機要談啊 現在都在談啊 這多元管道嘛 這一馬歸一馬嘛 武漢的要包機就談嘛 那另外一個多元管道 你可以搭交通工具到上海 我們有固定的方法回來嘛 那我可不可以拜託再有一個 另外一個多元管道 就是 取消這些人的助記 這是更多元的管道 讓這些人可以 更自由的回來 防疫的需要 我跟你說 24號 陳時中部長 就已經第一時間 就說過這句話 他覺得這些助記就可以取消了 結果我們蘇院長 根本就沒有順時中 就變成一個更高的指揮官 這個是事實發生的 我覺得陳部長真的是 這個不是你的錯啦 我們才有辦法聯絡這些人 這個不是你的錯啦 我從剛剛都覺得 你一心想把這個事情做好了 不過這個真的也不是你的錯啦 我們陳部長也是有以民為念 我看你很謹慎在回答 也是希望台灣同胞可以順利回來 可是我們院長可能不這麼想 嘴巴說防疫優先不要政治 口口聲聲這樣說行坐 我們助記旅遊史的部分還是會存在 然後你們還是不會讓台灣同胞自由的返鄉 我們還是站在防疫的需要 是我要肯定 保護他們 這個包機管實在是做得很好 我沒有否定 保護在旅居 在武漢湖北的國人 也保護在國內的國人 這個非常非常肯定齁 請你用這樣的辦法 就是對全世界現在 旅外回來的很多嘛 是不是 每天都有境外移路的嘛 不管是美國歐洲英國哪裡都有嘛 是不是大家還考慮要用這個方式 是不是 你們不能不能對讓 跟委員說明3月19開始 所有的這個從全世界各地回來台灣的 不管是國人或是外國人 都一律必須要居家檢疫實事體 本來就要啦 我說的是包機嘛 誰不用居家檢疫 這個是常識不用你再告訴我 好謝謝 時間到了 等一下再問 好謝謝陳委員 謝謝主委